猪皮冻怎么样做才能够晶莹剔透 而且做好的猪皮冻吃起来不发干 而且还没有猪烧味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掌握住这几个技巧 在家也能够做出晶莹剔透 而且又Q弹的猪皮冻 菜场不要钱的猪皮 我们买了两块钱的 买猪皮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种检测刚硬的 这样的猪皮是检测过的 吃起来也就比较放心 在盆中我们加入多一点的温水 我们把猪皮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掉表面的脏东西 清洗好的猪皮给它捞出来放进锅中 然后我们在锅中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再加入生姜还有大葱 然后再加入一大勺的料酒去腥 我们在开大火煮 煮开以后煮15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猪皮里面的脏东西煮出来 煮好以后给它捞出来 捞出来的猪皮我们给它放进大盆中 然后我们在盆中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把猪皮清洗干净 清洗掉里面煮出来的杂质 清洗好以后捞出来给它放到案板上 很多人做出来的猪皮冻吃起来有猪烧味 其实没有像我这样把猪皮的正面刮一下 刮一下不仅能够去除猪烧味 而且还能去除残留的猪毛 然后我们再趁热把猪皮翻过来 把上面残留的猪肉还有肥油 我们给它刮干净 刮的时候一定要多刮一会儿 尽量给它刮干净 很多人做出来的猪皮冻不透色 就是因为这一步没做好 刮好以后我们就用剪子给它剪成长条 像我这样用剪子剪 我认为是比切还要省吃省力 把所有的猪皮都给它剪成 像我们视频中这样的就可以了 煎好的猪皮 我们给它再次放进大盆中 然后在盆中加入一勺小苏打 然后再加入一勺白胡椒粉 再倒入白醋 白醋的量一定要多一点 然后我们再凶手给它抓一下 抓均匀 一定要多抓一会儿 大概抓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一步也是做的猪皮肚 经营剔透的关键所在 10分钟以后在盆中加入温水 我们把抓好的猪皮给它清洗几遍 一定要给它洗至水清测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来放进菜篮子中控水备用 一块去了皮的生姜切成薄薄的火片 一段大葱切成葱段 然后再准备几根小葱备用 清洗干净的猪皮放进锅中 然后再把小葱大葱还有姜片都放进锅中 再加入一勺丝盐 然后再加入多点的清水 盖上锅盖 大火煮开以后转中中火 慢慢的煮 煮一个小时 再准备两块钱的大虾放进盆中 我们先斜着给它剪上一下 然后用力挤 挤出里面的虾位 再跟着一拉 就把虾线拉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把虾壳给它剥掉以后备用 准备一颗西兰花 先给它剪散 然后再给它剪成 稍微小点的西兰花块备用 一根小姨姜加莱娜的胡萝卜削着皮 然后再给它切成稍微大点的胡萝卜丁 切好以后备用 提前泡好的香菇 我们随便给它切上几下 切好以后备用 锅中水开 然后把我们嘴巴好的虾仁 西兰花 胡萝卜 还有木耳倒进锅中 给它焯水两分钟 断生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来备用 煮好的猪皮 把里面的小葱 大葱 还有姜片捞出来 准备个长的托盘 把我们煮好的配菜放进来 再把煮好的猪皮 沿红汤汁一起 都给它倒进来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样会更好看 再准备几个母鸡蛋 在上面给它敲一下 敲碎 然后再把鸡蛋液 给它倒出来备用 然后再把我们 焯好水的虾仁 还有各种配菜 都给它放进 鸡蛋壳的里面 然后立在盘中 煮好的猪皮的汤汁 给它倒进来 静置8个小时以上 就定型了 我们这样做的猪皮冻 不光晶莹剔透 而且它的韧性 也是比较的好 怎么掰都掰不断 切成片以后 掰进碗中 再放上辣椒油 或者是我们自己 调的料汁 吃起来真的是 鳖蹄有多好吃了 而且我们这样做的猪皮冻 还不含焦 鸡蛋壳里面的也已经定型了 把蛋壳捏碎 然后剥掉 蛋壳里面的弹性 也是非常的好 掰进盘中以后 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这样做的猪皮冻 过年的时候 做上一份 保证每个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大家喜欢视频 帮忙点赞 或者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了 明天再见 拜拜